- 哈啰 大家回來了 - 本期好吧 給大家09平台的6.84的一個 - 謎團打野第一次角 兄弟們 - 走過路過 千萬不要錯過 - 看過這期謎團第一次角之後 - 你會發現這個英雄是多麼多麼的變態 - 真的 - 這一些英雄如果順的話5分鐘八級 - 如果順的話5分鐘八級 - 這是什麼概念 好吧 当中路5分钟 6级还在冥冥现场的时候 我已经八级了 想想都可怕好吧 而且这版本也就应该比较高感觉 总感觉比较高 而且打命的话我建议把沉默给办了 这样的话我这大招非常好放好吧 感谢我们战争商迎千惠对本视频大力自查 大家买礼物不知道送什么 我推荐迎千惠 2级直接点三级人 这边三级人有个好处是 可以快速的清掉也 而且让数学老师告诉我们 2点一线直线最短距离 我们不要再弯录 直接直线 这边打了可以去打右边的那几波 我们一打就三级了 一分钟三级好吧 现在改动是怎么改动呢 他这个谜团的二级人小谜团 他可以直接对大野去放 想想就可怕 你们看 原来我们要弄那个小熊打大熊 现在大熊直接被我吃掉 好吧 这边我 我们直接拉过来打 按顺序打过来吧 这样比较靠谱好吧 我用了个魂戒好吧 开局大家也看到了 反正就是一人面罩卷轴 然后其他钱全部买小蓝 这样我们这个也一打 左边也又刷了 就是一个 其实非常完美 差不多一分多钟就四级了 我们点个异技能好吧 三技能主要是为了前期开树用的 三技能主要是为了前期开树用的 而且这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你现在按Alt键 他可以看野怪的刷新范围 然后对打野的话有什么帮助呢 就说我们野怪在这个范围里 他是能刷的 这对那个 而且按 写一个横 Alt 他直接有野怪那个范围出来了 这样对你打野刷野 封野 繁野 都是有很多帮助的 这样我们一打 这边走过来 再吃一个魂戒 然后弄掉那个 这个 弄的这个B 巨魔 但是 发现他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巨魔弄掉 这个会招小的 还好 操作一下 好吧 我们操作一波 直接拉走 这样一打 才两分钟多钟 我已经溜辑了 这个可以说是史上 最快打野的英雄了吧 我到现在没看过其他英雄 比名堂还快 没有看过 大家 大家倒是一看 三分钟六级 五分钟八级 他不是梦呀兄弟们 而且打野的话最好 就是你这个 什么呢 就你这个打野的路线 你要选择好 路线很重要好不好 这样的很好的进行 这样的很好的进行 去那个 打野效率增加 这样打野效率 不然你打野有时候去空走了 效率就不高了 这样一打 这打完 他会刷小石头人的 现在版本小石头人 而且石头人现在不是磨棉 他有磨抗 这边一打的话 倒是左边再打一下 反正按路线过来吧 而且前期的话 不用出点睛手了 为什么不要出点睛手 因为谜团打野这么快 野区经验全都在 如果还出点睛手 那你就像一条狗 你这样我现在多快 我这速度 就不需要点睛这东西了 发现没有 然后我可以直接出 那个秘法没肯 然后转大鞋 跳刀之类的 这样一个路线的话 对于本身 是吧 那个 续航 有很大的提升 而且 对你的一个中期的推进 就是你的中期 可能是别人的前期 好吧 我们再打一波大熊 现在没人受到 有人受到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主要还是没人受到 主要还是没人受到 这倒是真的 我买双 变个鸟吧 这个树林是五分钟刷一次呀 五分钟整点刷一次 大家知道 小树林 到时候我们用那个 三技能把树继续开掉 继续开掉 继续打野 趁打野的时候 也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茶叶店 6月6号 是那个 周年庆啊 电庆 两周年 好吧 当天的全场 茶叶价格是6.6折 而是 这是我推荐的 那个茶叶是 那个 春茶铁观音 我兄弟专程跑到 水公音的原产地 安西 那边 拿回来的一千斤 好不好 今年天气好 茶叶质 茶叶质量 它也好 好不好 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去到时留意一下 而且去年 有个兄弟 喝了我们的一款 金花黑茶 减肥效果非常好 这是电庆 拿了60片 做活动 不过已经被那个 微信的朋友 预定掉了40片 只剩下20片 大家准备抢购吧 电庆当天 好吧 卖完就没了 电庆兄弟们还是可以 推荐推荐的 好吧 还有那个普尔和福顶白茶 电信购物会涨价的 因为他那个产地 他们也涨了 好吧 所以大家倒是可以关注一下 我这边打野的话 效率非常高 6分钟 其实都快9级了 说真的 这边跟勇哥 健身是勇哥 我们跟他一起下路推荐 给他拿个秘法 一起推个塔 好吧 小民团 小民团推荐也挺快的 等到是那个 有兵过来 打几家 配合他在圣殿 现在健身 装备的话 下次跟他讲一下吧 有些健身 基本现在不出 那个封脸 是呀 我们现在去野区 继续打了 大屁股 好像是个中单的 6级 兄弟啊 你看哥哥等级 9级马上 好吧 惊不惊喜 害不害怕 刺激不刺激 我们先一路打野打过来 迷团这个英雄 还是一个野区为主啊 兄弟们 这些是个野区为主 然后找机位 现在带过去 像我们 需要打仙手的话 需要一种装备 直接套刀 没跳之前的话 还是一个 带着小民团推 像现在有 这个版本有个缺点 他有优点也有缺点 对不对 缺点是什么 小民团很脆 就200多血 小民团 所以大小民团的话 注意一下 他本身 血特别少 而且是 特别少 这一点是否 是迷团现在版本的一个 不好的地方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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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团这个英雄啊 兄弟们 他的三技能 后期能力是非常屌的 后期能力非常屌 后期的力 他相当于是 百分之六 百分之七 那如果2000血 他每秒就是 是吧 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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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而且那个是 纯伤害的 我记得是 生命一处 算这种类型 我们反正就先打业 这时候倒是 看吹哪路 大招都现在没放 也没人敢来抓我 因为 迷团演习打业是非常厉害的 没人敢来抓 这时候 因为八级到九级等级 跨度比较大的 十级到十一级 那是非常快的 十级到十一级的等级经验 就只有六百 还多少 反正很快 很快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 推下塔呀 推下塔 然后现在钱的话也挺多的 出点金手 原来是因为 那个 一个 钱要的多 而且等级容易提 现在迷团等级提的快 我回来这部封面 可以 OK 打着打着 我们把二塔推了吗 可以 跟勇哥推不二塔 我先过去 我这边可以混个十一级 我过去差不多也快十一了 十一了 十一级 你可以点两级大招 你也可以点凋零 因为大招其实 一级大跟两级大 差别也不大 差别也不大 不过都还好 看你自己喜欢 对面现在都没来抓我们下路啊 我只能说 这波我很强好不好 我两级大招 也快没啃了 小米 小米 后面有人 诶 诶 诶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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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屁股 大屁股 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 大屁股 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 健身相位夜叉追不上你来 有点过分这个 大屁股什么装备我们看一下 现在你只要点到右上方的一个箭头这里 他就能看到对方的装备跟等级 只要对方在视野内被你们发现 好吧 他就能看到对方的装备跟等级 兄弟们可以去 嗯 关注一下这个东西 打的时候有的时候 细节很重要 对我们前期 比如说前期擦眼 之类的 视野内 出现的 多知道是水 我梅肯还差点钱好像 梅肯差点钱 但有梅肯 可能死不掉 我带了两个 最后府王在大回来 大梅的时候 吼了我一下 这边猴子应该挺肥的 先发育吧 先发育 赶紧把梅肯先做出来 现在主要打野厉害的就是能吃大野 能吃大野的话 小民团基本是耗不掉的 而且打得非常快 节省的时间 好吧 挖岛 帮你吸一个仇恨怎么样 这边本来是打野的 别吸引我仇恨兄弟 有的时候别人 我现在跟你讲 别人问我 挖岛你好 我他妈的不敢回 为什么 口中讲的 挖岛你好 心中讲的 哎呦干挖岛 真的 这个你们是没碰到过 我有时候打路人 啊对面跟我讲挖岛你好 我是有多怕 你知道吧 那天 也跟孟子说 挖岛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然后我玩个什么英雄 好像是剑圣什么的 他无限打我 他出了A仗 打我 我死了 我活了 他又打我 我活了 他又打我 我死了 我连续死了40只 我恼羞成怒 我退了 很烦 这种人真的烦 知道是挖岛 盯着就是狗 盯着就是狗 视频 录个蛋呀 是不是 我们先准备出什么 大家 我可能先出一个跳刀 为什么呢 因为对面斧王跳了 我也想出把跳刀 这样的话我就 有的时候站位呀 输出位置呀 可能比较好一点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一个D 一个F 我是四级F吧 这个大屁股很疼 很伤 很疼 很伤 很伤 可以 OK 这波2600了 我操 钱还是有点多的呀 跳刀 带个物 好啊 跳了带个物 然后再找节奏吧 这盘主要还是讲迷团的一个 改动 跟一个 打野情况 好吧 而且这个版本有一点 我跟大家讲一下吧 就它的所有道具 右键 它都是可以移动的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有出现七神装 加一个刷新球 它可以放鸟里 跟着自己 然后你也可以吃个银月之金 八神装 这方面的一个后气能力 尤其是法核能力 因为它出了一个道具 叫玲珑星 减少百分之二十二还是二十五的一个CD 然后法术吸血 很屌 尤其像TS这种英雄 玲珑星简直就是神奇 像迷团的话 玲珑星也可以出一个 因为减CD嘛 减了CD 大招CD就很快很快 超快的 你别小看那个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有时候很厉害 像迷团这个英雄 他那个CD比较长 你看 我们中单一个天 中单天龙还是这样一个天龙 我不知道 反正 我现在等级也比较高 等级高 十二级 注意 富王跳猴舞 我们还是要注意啊 富王跳猴舞的话 很伤的 我现在大招 猴子好像闪失了 对闪失了 我听到那个声音 消磨的声音 所以打游戏 声音也很关键 你像我们 晚兜塔 对面隐身 插眼 猴子消磨声音 他都是能 听出来的 好吧 终于有个万文问题 我们打到他也可以用听的 先听 再看 然后实践 怎么干 好吧 上路走一波 这时候 十二级等级已经开始 大家都上来了 因为越到后面 那经验条越多 等级 主要还是 杀人上 我们可以对待永哥 但是现在有点就是 你开悟的时候 你光环 如果黄泉小兵 那会显出来的 这点倒挺不好的 就道具光环 因为小兵现在 现在有我的那个 恢复头巾 真猴子 真猴子 这是真猴子 我直接打他了 我直接把真猴子打了 F 到了 他屁股 应该上了 OK 可以 来个秘法 需要个棒子来跟着我 我们一起推起来 对面是狮王 大屁股 虎王 猴子 还有个什么英雄 反正一群近战嘛 呃 米特的舞台很大 舞台非常大 这些 现在有个问题啊 我的 东西在那里 我想出梅肯 东西还没运到 怎么回事 还差一百块钱吗 这鼠子脚好像不是我的 怎么搞的 一百块钱可以去打个野吧 打个野一百 差不多就没肯了 没肯秘法跳刀 混戒 十七分钟他做出来 是非常变态的 兄弟们 这经济是很高的经济 我们打过就知道 这经济是很高的经济 慢慢来吧 一百就一百 反正我们有钱 好吧 现在买装备可以一键购买 这也是一些改动 反正这个版本 如果操作多了 它有很多改动 你都会适应 很多时候刚开始不适应 但是很多东西 它总是会好的嘛 对吧 对吧 会好的 功能只会越来越好 就跟人的进化一样 越来越 是吧 牛逼 梅肯一到手 感觉很厉害啊 我现在看起来一千一百血 梅肯一加一千三四 是个团队经济 而且团队其实打路塔 团队装很重要 推进装 团队装 下路吧 一辆堆下路 走 走 走老铁 下路走一波 但是希望发条能过来 那我的话 我先手没关系 但是有时候 后局输出更不上呀 我怕就跑 我就怕 没沉默到他吗 兄弟 可以 死亡死了 好像我们打这个 墓碑有点难 不过现在对面人已经死光了 人死了两个 还有个不知道 可能踢走了 可以 没肯一下 没肯一下 好吧 原地满血 咬着一笔 然后 梅肯加密法 它可以合成一个道具 叫大绿血 这大绿血 是可以解出 解出负面buff的一个东西 解出负面buff 这也对自己本身的一个 你像沉默大招 大绿血是可以解的 要是大绿血加BKB 你的回复能力 解buff能力 是特别强的 两个解buff 现在先把二塔也拿了吧 对面这阵容 看猴子了 猴子的话 我可以直接到他一个人都行 对面能解我的什么英雄 我等一下再讲一下 大屁股的体 它是无视魔免的 王的吼 那是吼不到我的 因为我大人之中 他吼不到我的 狮王 对我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这牌我们要防的是谁呢 防的是大屁股 如果大屁股跟谁 另外一个人走在一起 我们能打 就直接打 这都是有帮助的 好 我们先进行打野法语到14级 好 好 好 霓团大招的话 它主要是缺点是个 CD比较长 那它实 但是他一个控制 能力那是真的高 是看你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 好 空子是非常高 这点倒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玩一个英雄 要熟知 他的优点跟缺点 这样我们玩起来 可以扬长必短 这不管这个什么英雄 他都是有用的 我这边也需要打 卫士金甲 卫士金甲有些人问会什么用 他是大没肯他不要蓝 他也补蓝 补蓝补血 然后在半学的时候 他有个buff增加 很实用的一个东西 我再问队友 能不能踢 我不想死 人呢 人不来 那这打个屁 完了 福房吼我了 兄弟们你们还不来吗 没肯加起来 打一个大招大住腐王 把他先干了兄弟 猴子这样走不过来的 怪救我 棒子 可以 这腐王上盘是玩那个 隐魔 杀了很多人 带我躺赢了 这盘在我对手 我只能指的兄弟啊 其实不是你带我躺 是我还没出手 雷就把对面的人干掉了 可以打吗 奥 说服 这副捡cd 但是你已经在cd内了 拿个盾 好吧 现在拿个盾 这盘其实林肯有用不应用 不感觉对面的技能 好像林肯没什么用啊 我们 不是林肯 是BKB了 男人解的自然能解 他解不了的你想解也没用啊 小米脸现在很脆 中甲很脆 这腐王还是有点 腐王还是有点本事的 毕竟上盘压住对面中弹 打的也不错 但是这盘整体 因为我用歌 无解肥健身 无解肥没穿 你怎么打 这样我们再补一下吧 经济再补一下 现在我已经很肥了 下路的话 我现在没有大招 但是我E3技能 都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而且我有大美肯 没人来吗 nice 不要加点蓝 OK 给先自跑 我们把现在带下 三级大招了 等级很高 216 我的小谜团 他不在了 直接开这个三级 先去烧吧 虽然烧不了多少血 但是反正有伤害 他总比没伤害好啊 是吧 虽然 这盘对面 BGB不用特别出 但是 有经济还是可以出一个的 你们看这盘我的财产总和 你按金钱 一个横 GQ 就金钱 他就能看着金钱了 中单的火烧手 他经济都没有高 但是健身他经济比较高 他单杀果 这是一个杀人 加钱 非常非常多的版本 25 他是鼓励打架的一个版本 所以有的时候 刷钱 能涨得特别多 刷钱没有打架多 有的时候是这样 看你经济吧 我现在大好了 看队友吧 队友如果不推的话 我一个人去也没用 肯定是刷新比玲瓶比好 优先级的话 肯定是刷新高的 我们去看 中主对面 队友几个人来 队友还有两分钟 可以哦 这版可以推 好吧 压过去 那就对了 有迷团队英雄 你不推 挖岛 我是妹子 人家你好友吗 我不信 但是之前有队友说 他是妹子 但是我不听 不听不听 飞鞋点睛 本来说来我爱我爱听 我只能后来一说 想 我对没死没兴趣 我是个gay 我们继续推吧 健身棒子加强谜团 他推进能量还是挺强的 尤其健身棒子 他是一个推进型的技能 一般玩健身都要推的 也不推到后期这些英雄 没有很多常规的鞋式 厉害 他就是利用 推进这段时间的一个经济差 出来 然后到时比较厉害 我操 好了几个 好了好多个 这是三技能的好了 健身在这里 放置进去点了 OK 可以 这边是两个 我这波有跳F的 那你没问题了呀这个技能 可以这波直接推 这边死三个了 哦 死两个了 我们现在很好推的 这波棒子在 健身棒子很厉害的 这是一个神技 这边先知 先知出了紫冤 那逼我收BKB嘛 对吧 本来不太想收BKB的 这边有先知 那没办法来兄弟 先知 知了的知 事先是 BKB到手 直接走 这波推进 中 咳 心里想着BKB 实际想着出刷新 刷新也是一个非常道具 我们大鞋子刷新 大鞋子本身 是吧 也能加那个 有大鞋子在 我们刷新 蓝是肯定够的 也是一个很好的道具 两个球 刷新片用变了 现在变成两个球了呀 两个健身球 原来那个 空名帐加健身球 感觉那个 回血 回蓝应该 应该是回血吧 回血回多一点 回血不 回血 我不知道 血 我是读血的 好像读血 斧王 直接走 好吧 我们不给他BB 我们BB要B出事情来的 哎哎兄弟 这也想弄我吗 我他妈就不服了 我跟你讲 来 哎他好像有先知 哎哟 哎哟 哎 健身来了 不怕不怕不怕 不怕了 不怕了 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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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墓碑可以行 哎呀 放个F给他 nice 我的人头 这边素人也可以 素人小良师 没人打墓碑 健身没死 还行 这一波对面是三个很伤 好吧 我买个杀铁铁过去 我跟你讲 你喜欢 跟我 我烧 我是谁 我是大腿牛蛙 什么叫大腿 非常厉害的呀 今天发出个消息 你有一个儿童节礼物要领 怎么搞的 也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吧 好吧 今天 虽然儿童节快了 祝兄妹妹姐妹的 一个儿子女儿 儿童节也快了 很多看我视频的 我相信年龄都是应该比较大的 挖倒 也没有说那种反应特别快的 只是依靠自己的一些 大局观 小操作 还是可以的 大操作的可能不太好 小操作的时候就可以 我们两个可以站一方吗 干呀 有什么怕的呀 干 猴子真的 先死猴子 还有你个B仔子 干 还有谁 先把墓碑干了 我这不还有大的 你这边敢不敢来打我 哎有打 有打有打有打 打三个 我操 快 哎哎哎哎 健身出不来的怎么搞的 可以把先生先上了 可以 大屁股 哎 大屁股杀不了 应该是 这部团就是一个二打 二打五呀 我有那 我们刷新球 我们队友才刚赶到 我们队友刚赶到 我们就把他们 队友全杀了 是两个人了 谜团之英雄 节奏快呀 这把门 我发现了 这把门节奏快 都有刷新的 你可以 可以先出个玲瓏心 玲瓏心可以刷 好像可以刷刷新的 CD 也可以刷 就是也可以减少你大招的CD 他这个对物品 对那个技能都可以减的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道具 OK 大屁股这英雄真他们拿起 所以说我到现在没有做大屁股英雄的视频 这英雄太他们拿起了 感觉 甚至个偏辅助型的英雄 又来又来又来 猴子真的是 猴子闪失我 猴子被我弄了 猴子被我弄了 这是个真猴子 火枪 就是为好猥琐 主要墓碑弄我有点烦 有那么点烦 三技能一弄 一技能一弄先知 有人打吗 我没大招 那要不走吧 感觉发生要死 快走 猴子很想打 猴子很想打 我是不会卖队友的 我会看到他的 我有大鞋子 我自己跳过去了 我不管 用先知 nice 还有谁 府王 干他 府王 一下一下 一下 nice 我就问还有谁 能打很多个 好吧 蓝哪是无限蓝 感觉 感觉蓝是无限蓝 根本不要 叫什么蓝 我这波直接去那边买那个 零终心配方了 蓝感觉够了呀 这个不要了吧 还差一千多块钱就零终心了 如果要稳的话可以打个盾 稳一波 不过对面阵容确实有那么点问题 刷钱点一点多 重弹能力不是这么强 像我的话我们虽然刷钱点也不差 但是我们质量分配非常合理 好吧 你先发条 先弄这两个 其实对质量 切斥的是不多的 火枪比较多 火枪跟剑身比较多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这个绿色的一条条能出来 这个是按一横 ALT 按那个打字 打一横ALT 他就能看得到了 这样这个东西挺好的 对你 对你封印还是 下路先知的话是一个紫园 我大鞋子是可以截紫园的兄弟们 大鞋子可以截紫园的 我接弄他 是一个 大鞋子 大鞋 大他 那谁呢 而且这部我是有大招的呀 我有刷新的 我有刷新的 本来不是这边缺 要是玲珑星的话是一个 震魂石 加一个 加一个东西 加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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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波可以 我来了 我来了 还有谁 死光了吗 这迷团就这样出装吧 然后下一件 你可以说BGB 这版 我说了BGB 不是特别重要的感觉 只要是BGB 不是特别重要 我这版钱也挺多的 这一盘主要还是讲的一个 是一个迷团打野 如何如何的快 一个方针 到了局势的话 根据对面的英雄 来做随机进面 这一期的话 迷团第一次讲 史上野区发育最快的 没有之一 好不好 给大家带来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